演藝圈这波MeToo风暴 现在轮到黑人陈建州接棒 他在27日遭大牙长文指控 闯房间映上 还说没办法 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 让爱妻人设直接毁灭 虽然他以火速透过律师 全面否认指控 但在过往的黑历史一被翻出后 网友都不是很相信他的话 而稍早他又发出最新律师声明 强调大牙周一配的发文 内容纯属虚伪不实 且违法侵害当事人名誉 及人格权盛据 基于恶意造谣林容忍之立场 他已于28日 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周一配女士赔偿新台币1000万元 还要求他在脸书刊登道歉启示 以恢复当事人名誉 之后他也承诺 因本诉讼取得之赔偿金额 将全数捐出于妇女保护 犯罪被害人保护等之社会公益慈善团体 范范也跟着转发 用行动力听老公一起讨公道 次站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